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印象宁夏 我是主持人美哲 首先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现在所在位置 是位于宁夏后兰山国家自然保护区的中段 苏玉口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是宁夏著名的生态旅游景点 国家4A级景区 据说景区内有国家重点保护的古树名牧 上百种的野生动物 有保存完好的地质泡面和典型的冰川遗迹 还有古老的研画群落寺庙 风火台以及浓郁的边塞文化等等 说了这么多还等什么呢 不如和我们一起打起背包 带上好心情 向苏玉口国家森林公园出发吧 祝福您好 您是去哪里啊 去小狗仔 小狗仔 我们也去 一块走 一块走 师傅你这车怎么了 你自己修好了 休息一下 您这是要去哪 山山顶 山山顶 从盈川向西北出发 一路上我们可以看到 横跟在眼前的贺兰山 越来越清晰 大约30公里的路程后 我们就到达了 苏玉口国家森林公园 这里也是国内距离省会城市 最近的森林公园 贺兰山位于宁夏西北部 山市巍峨雄尾 山堤城东北西南走向 是我国主要的南北走向的山脉之一 同时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 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界山 南宋将领岳飞 在满江洪中写下一句 驾长车 踏破贺兰山区 壮至鸡舱骨鲁肉 笑谈可饮 匈奴血 也使得贺兰山名闻天下 同时 由于贺兰山经历了漫长的地质演变历史 它也是一座 孕育着丰富矿产和动植物资源的中华名山 这里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呀 尤其是刚刚下过雨以后 雨过天晴 天空格外的晴朗 而且空气特别的清新 这么好的天气 不如带上一家人 或是约上三五好友 来到这里呢 谈谈天 看看景 三三步 爬爬山 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 我们现在呢 就是沿着这条近山的路 准备步行到达景区内部 也许在这条路上 会有意外的发现哦 跟我们走吧 哇 在这里看到 有沿洋出没区的牌子 大家看到了吗 也许啊 在这里 我们会遇到沿洋 哦 遇到沿洋哦 跟我们走吧 也许前面就有沿洋 哇 我发现有好多的沿洋 快来快来快来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啊 这里头有一群的沿洋 一只两只三只四只五只六只 大概有十几只的沿洋在这里出没 沿洋是赫兰山地区常见的野生动物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也是赫兰山的优势种圈 它在世界上的分布是每平方公里七到八只 由于保护良好 目前沿洋在赫兰山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十四只 据世界之最 为了使游客能够观赏到国家重点保护的动物 森林公园把这条山谷化为沿洋驯化具 安排专人定时定点投料 进行人工饲养 其实也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赫兰山地区就是世界上 沿洋分布密度最大的地区 在这里每平方公里会有十七只沿洋 现在我们看到的沿洋数量应该觉得很平常 因为这里就是他们的地盘 看过去 现在沿洋正在山谷当中 这里面有水 有植物 有青草 应该是沿洋非常喜欢去的地方 现在应该是他们的休息时间 沿洋可以在这里补充能量 享受阳光 其实沿洋一般生活在 海拔两千到三千米的高山裸岩 高山草垫山谷当中 它们可以在绝壁 悬崖峭壁之间的自由地跳跃 沿洋每次跳跃是在两到三米远 上下跳跃可达到十米远的距离 难怪它们被称为是岩壁上的精灵 真的是非常的矫健 身手敏捷 看到沿洋正在寻觅食物呢 我们就不打扰它们了 让它们自由地享受这样一个时光吧 我们先到前面去看看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景区的内部 这里就是松涛山庄景区了 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 就是苏伊口国家森林公园旅游部经理 贾经理 你好 贾经理 你好 欢迎来到苏伊口国家森林公园 你好 和我们观众朋友打算找我吧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贾经理也是我们旅游的向导 那看到这么美的风光啊 我们现在已经迫不及大地想要上山了 好吧 让我带领大家上山吧 好 下面我们就上山了 打算招呼吧 好 你的坐好 谢谢 哈喽 我们现在呢准备就是乘坐所到到达 轻松临顶去城 我们现在呢已经坐上了蓝车 顺着这条阳光所到啊 可以领略到山下无限的风光 大家可以看到盛开的丁香花 是紫色的 而且我能闻到非常清香的味道 真的很香 而且呢看到郁郁葱葱的这个松树林 就在我们的脚底下 我现在感觉脚底下惨的就是一棵松树啊 真的好高呀 不过这还不是最高的地方 只是一个开始啊 我们马上就要到达一个第一个制高点了 这个高点的高度呢 差不多有十几米的距离吧 上下落差 不过呢现在我已经有一点紧张了 因为这个高度让我有些害怕 开心 下山的感觉怎么样 真害怕 我害怕 给我们镜头打个招呼 哈喽 好 我们再看我的右手边 这边呢就是一条碎石瀑布 它是自然天成的 感觉非常的奇观 而且呢我们碎石上面有很多 长了很多松树 这也算是一道奇观了 因为它的生命力特别的强 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 真的是一道奇观 赫兰山阳光索道 是建设在苏宇口国家自民公园的 名下第一条高山里游观光索道 它全长1200米 高差近百米 往返运行大概需要20分钟 乘坐索道可以从山脚 直达风景秀丽的轻松里 一路轻松休闲的观山乐 隐松涛 看飞铺 进行隐约 赫兰山的自然风光 好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达青棕林景去了 现在呢我们终于到达青棕林景去了 刚才呢乘坐缆车的感觉呢 就像是在云中漫步非常的惬意 看看天台南景觉得非常的美妙 而且下面的游人呢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周围的景色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 感觉啊真的是直升于大自然的怀抱当中太美妙了 至深于苍茫林海 百丈悬崖之上 高山锁桥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体验 可是此时我真的想大声地叫一声 啊 山路小径 主持人碰到了怎样意外的偶遇 静静观众 音响宁夏正在播出的赫兰西纸 现在呢我们就到达了青棕林景区 在我的身后啊就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那经理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的树木 此时我们看到的是青棕林景区 青棕林 顾名四季肯定有林子 那这块呢是我们的阴坡处 所以说林子比较多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郁郁葱葱的森林 这可能和山的蓄水含量有关系 对它的关系很大 因为咱们这块的降水量比较小 而蒸发量大 所以说只有阴坡能蓄水 所以说才能看到阴坡处的林子比较多 我现在看到的赫兰山啊 完全是两种不一样的美 一方面啊它有北方小火的粗犷豪爽 而另一方面它有南方山的那种清秀和淡雅 郁郁葱葱的美 真的是两种美的完美结合 美不胜收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赶紧去领略一下 这里的美好风光吧 跟上单不对 叔叔阿姨你们好 叔叔阿姨你们好 你好 有没有经常来这里爬山吗 不太冷 这山怎么样 难爬吗 脚子不难 看来你们身体挺好 挺好的 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 挺好的 空气也挺下 游戏真好 真好 一二三 好 你们经常来这里玩吗 不经常来 我们可以就算 哎呀 现在都十五年 以前来过 是吗 现在觉得这里的景色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好像是 好像今天做乱吃 好像原来是组上来了 对 今天做乱吃 好像是 变化 好像像这么 接不去了 就变化很大是吗 对 对 然后 然后果子就上来了 一二三 好 我把这些吃的 我把这些吃 我把这些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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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山真的好累 不过有些时候呢 爬山需要一番心井 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放松一下心情 暂时方伴你的脚步 体会一下回归自然的感觉 看看景谈谈天 这样爬山就不累了 继续吧 登上青松林 海之中 低头看百丈悬崖 望眼望 郁郁葱葱 古松立于峭壁之间 向游人展开欢迎的臂膀 如果夜宿山中 山峰波动森林的掏身 就像乾塘江怒潮 汹涌澎湃 经理你看到 这是一个银客松 对 这是一棵古老的银客松 它的年龄非常大 你猜猜有多大年龄 多大年龄啊 我感觉 感觉很小这个银客松 应该也就是几十年 其实上百年 上百年 对 因为咱们这块降水量比较小 蒸发量特别大 所以说导致这些树木 它长势非常的弱 你看好多树木 它阳坡一般进不上看不着 只有阴坡能看到 而这块银客松的 它将近应该上百年的历史 上百年的历史 这里应该有很多像这样的银客松 是 历史很久 对 这颗赫兰山著名的银客松 名叫盘龙松 相传盘龙松是唐僧七天取经时的坐骑所变 收身质干挺立 针叶浓密 给人一种积极向上 而富有生命力的积极 哇 我发现一个很高的桥 你看到吗 对 那是高山下谷轿桥 它是西北第一家高山下谷轿桥 有多高呀 这里 应该有万丈 万丈 对 会有人上去吗 有 平时游客还很多 哇 我觉得让我想想有点害怕 都想感受一下 你想感受吗 我有点害怕 还是去感受一下吧 不许此行 那我就去挑战一下 走高空锁桥的感受 跟我们一起走吧 哇 我们现在已经站到这个峡谷锁桥上了 我觉得这个高度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虽然编导说呢 你要勇敢的往前走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害怕 但是为了尝试一下 体验一下这种刺激的感觉 我还是决定勇敢的往前走 现在呢 我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小心 因为呢我明显能感觉到有一种 脚下有一种晃动 大家不要担心啊 其实这个墙面的设计 还是非常稳固的 安全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但是呢 我走在这里是对我 对我来说是一个高度啊 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们可以往下看一下 在我的脚下是百米的深渊 是百米的深渊 最高的落差呢 有100多米 可以说非常的高 好 我现在走在上面 还是有一种非常多的晃动 马上就要走到中心地带了 马上就要到桥的中间了 我可以挑战一下 往下再试着看一下 哇 真的好高 此时此刻我真的想大声地叫一声 啊 在景区内 新建成的横跨与两山之间的 赫兰山峡谷锁桥 全长248米 高度为100余米 是西北最长的峡谷锁桥 当您站在桥面之上 一定会领略到 偏见变通途的美好感受 我们现在呢 已经走到了桥的中间地带了 这里呢 距最深的峡谷 有一百多米 我的脚下呢 就是百丈的悬崖 可以挑战一下 往往下试着看一下 哇 真的好高 这里有一些害怕 每走一步呢 我还是非常的小心 因为走到 越走到中间 就会有一种眩晕的感觉 因为这个高度 同时呢 我耳边呢 还有呼呼的风声在这里 感觉这个桥啊 随时都在摇动 所以我能感觉到 自己的这个恐惧依然在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走到中间地带的时候 风景真的是不一样 看来啊 最高最危险的地方 一定是可以看到 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可以放眼望去 这些孕育冲冲的原始森林 就在我们的眼前了 据历史文献所见 赫兰山在古代 有着非常丰富的森林资源 但近历代人为砍伐破坏 及森林火灾的影响 森林植被受到了一定的破坏 1988年 赫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 保护区逐步采取 浸猎 浸阀 浸墓 浸采等措施 使得植被得到有效的恢复 动物的种群数量也有所增加 山中呈现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面 大家看到了吗 颜阳就在我的身后 离我非常的近 仿佛就在五米的距离 最近距离五米哦 现在呢 已经到了下午时刻了 这些颜阳应该是下山去觅食去了 所以呢 我们看到 颜阳已经顺这个悬崖的往下走 去到山底下去找食物吃了 在苏域口国家森林公园 游人常会有这样不期而遇的惊喜 野生动物就在我们身边 自然地生活着 有了大山的庇佑 主持人有着怎样美好的心愿 打不开了就永远打不开了 我的心愿就一直在这里了 对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我们的旅程 都碰到怎样突然的变化 敬请关注 印象宁夏正在播出的贺兰西纸 我现在看到在天空的深处啊 有非常漂亮的塔豪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颜色呢 是蓝色黄色红色白色相间成结的 非常的漂亮 实话说呢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就是这样的说法了 但山给了我们无限的风光 也让我们看到了非常美丽的景致 就如同我们现在看到的彩虹一样 非常的漂亮 应该要进到来我们山里的 锻炼锻炼 锻炼一下 不仅增强体质 还能增加我的胆量 对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同心所 对 这是好多游客 为了让自己的好多美好的心愿 能得以实现的这里 特意留下的一些同心所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以全家平安 2006年6月18日 这个是 然后有家人的名字 不离不弃 一生相伴 哇 你看到了吗 我们的游客 将他们的心愿呢 就刻在这样的锁子上 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同时也把他们的心愿 留在了这里 相信啊 有微微和蓝山做见证 这样的心愿 一定会实现的 对 我也这么认为 有大山的见证 一定会实现 我也有个心愿 什么心愿呢 现在先不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课完了你就知道了 是吗 那我看一看 我先走吧 你好 阿姨 这里有没有课锁子的地方呀 有呀 往这儿有 我们要课一把锁子 要吗 要呢 在这儿 我来选一下 选吧 在大山的庇佑下 主持人 想要刻下一把同心锁 实现怎样的心愿呢 哇 第一次这么认真的写这张字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课的锁子 给好容易送平安 阿姨 这个是挂在这上面的吗 挂在这锁子那边 这个刷上 没有钥匙 没有钥匙 那怎么打开它呀 那就打不开了 锁上就永远打不开了 永远打不开了 那我的心愿就一直在这里了 对 好 这能锁那边就行了 谢谢阿姨 那我们去刮锁子了 我们来找一个最醒目的位置 把这个锁子挂起来 感觉这里不错 这就是我的心愿 宁夏卫视 印象宁夏 这里有我们的采访足迹 我们也相信 有我们团队的共同努力 有微微赫兰山做见证 相信印象宁夏一定会越办越好 加油 在亘古名山的互游下 山中的人们生活得安乐祥可 大山的恩泽远不止于此 关于贺兰山形成的民间传说 有人说 贺兰山是一只双翼的神马 原来在广阔的大草原 自由奔跑 后来 一个叫做藤阁里的黄沙怪 夹着万丈黄沙 铺天待地地 向草原扑来 为了保护草原 神马依然将自己的身躯 化为一座大山 挡住了黄沙怪 藤阁里 使它无法再前进一步 而那座大山 就是我们现在 所看到的贺兰山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贺兰山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贺兰山 阻挡了藤阁里沙漠的东京 和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 所以才有了 复扰的宜川平原 有了赛上江南 宁夏川 怎么今天早上一起爬山啊 我们现在是在施西来 施西来了 我们宁大的 你们是宁大的 感觉怎么样这里 挺好的 特别好 特别好 有了啥办 有啥办 你来吗 觉得很刺激 还有呢 虽然有点 但是我们很开心 很开心 还有就是想说下雨了 赶紧不吃吧 还有呢 快男子 好玩 来吧 我们从青松林景区排了半个小时 真的觉得好辛苦 可是天上反正下起了雨 天空不作美 说下就下了 真是变化莫测 但是我们看到前方有一座塔 看到了一个希望啊 我们可以暂时在里面休息一下 缓解一下疲劳 再继续接下来的旅程 好 终于要到南市集团了 这个雨真的是越下越大 我们可以暂时找一个 多余的地方 暂时闭一下 走吧